说到生姜 人们通常认为它的作用是去除鱼味 烹调肉类时 姜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没有生姜 鱼的味道就很难掩盖 当然 这只是最常用的生姜 它也有很多用途 生姜不仅可以开胃健脾 而且有助于抗菌和提神 今天就和大家具体说一下生姜 对女人的好处 生姜的二大好处 一、预防感冒 增强抵抗力 生姜是一种重要的调味品 也可以作为蔬菜单独食用 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中药 它能将自己的辛辣味道 和特殊的香味渗透到菜肴中 使之美味可口 姜中的姜腊素在人体内 具有较强的养自由基处理能力 具有一定的抗衰老作用 生姜还具有促进血液循环 驱寒邪的作用 感冒时 最好煮些姜汤 这对预防和治疗都有很好的作用 二、解毒消毒 中国有很长的海岸线 住在海边的人几乎每天都吃海鲜 和往常一样 当我们在餐桌上吃松蛋或鱼和螃蟹时 我们通常会放一些姜粉和姜汁在上面 根据中医理论 生姜具有温热的性质 具有缓解外界症状的作用 生姜其味心 性温 女性在旌旗用它煮水喝 除了能够很好的使功含症状得到缓解 也能减少痛筋带来的疼痛 此外 女性旌旗过了 还能够用它涂在肚脐 起到刺激肠胃 缓解便秘 排出体内黑臭素变的作用 另外 女人在旌旗不适的情况下 将毛巾在热浆茶中浸透 然后放在腹部那边 就能够使肌肉放松 从而达到减缓痛筋的功效 如果同时再喝一杯加蜂蜜的姜茶 效果会更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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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